为了帮女友出气相约谈判还埋伏砍人 新美区中和区一名陈姓男子 日前在脸书跟朋友的女友互呛 昨天深夜双方相约谈判 结果对方早在陈姓少年的家门口埋伏 少年才刚走出家门 就被对方一行人拿刀挥砍受伤倒地 当时附近邻居听到了声音赶紧开窗户喝止 凶嫌一行人扬场而去 索性少年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深夜小巷内突然出现人影 二煞手拿刀狂追一名男子 甚至朝他挥砍 男子慌张逃跑 却因为身上有伤口根本跑不远 还痛到摔倒 二煞竟趁机逃跑 留下腹伤的男子倒在地上 或没多久就看救护车很远景 陆续赶到现场救人 受伤男子表情痛苦 躺在担架上手上还满是伤口 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是 看到三个 就是平常三个 看起来像年轻人 然后坐在那台美容车上 然后后来是听到一楼大姐在叫的时候 才看 到底为了什么事要命似的砍人 原来遭砍的陈姓男子 日前在脸书上 喊韩信友人的女友互呛 引起对方不满 向男友告状 韩信男子为了替女友出气 竟找来两名好友 一同去找陈姓男子谈判 埋伏在他住处楼下 见到人就拿刀狂砍 随后逃逸但还是在三个小时内 遭到警方逮捕 韩信患险 到恩后 公称是因为 陈姓貝亚伦在网路上 一次调侃他女朋友 所以造成对他有一些 就是恩里上的纠纷 陈姓男子右手和臀部 都有多处到伤 信号包扎治疗后伤势不严重 但对于好友的伤人行为 他决定提告伤害 只因为社群上一场口角 恐怕双方再也当不成朋友 记者学姐许秀明 陈文全新美食 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